9月是普丁最后通牒的决断时刻 决施、决施、决施、决施 鲍尔认为国家有自我防卫权力 而且这并不受限于国界 尽管乌军是否能用西方军援 攻打俄国领土 还有待各国领袖点头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表示 拜登将在卸任前这四个月 致力于让乌军处于获胜状态 拜登和泽伦斯基 也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会面 在胜利计划细节具体公开之前 路透社公开文件揭露中国背后支持俄军 俄罗斯军火商从去年开始 采用中国引擎和零件 开发一款新型远程攻击无人机 一年多来已经生产2500多架 应用在乌克兰战场 虽然战事有升温趋势 但双边也迎来好消息 披着国旗露出灿烂笑容 在阿联斡旋之下 俄乌双方14号再度换服 各自释放103名士兵 这也是自乌军跨境攻入俄国以来 第三度交换战俘 可以看出乌军的反攻行动 确实让他们拥有更多筹码 东西文国籍中心总统报导 下令要把乌军驱逐出境 但他时间不多了 居然连最精锐的隐形战机 苏凯57 通通都说哈了 今天就传出了 原来苏凯57 已经针对乌克兰目标 进行超过40次的空袭 就来看到 北约提供圆火打击武器 对普丁造成多大的压力 而且北约完全不甩普丁的通牒 反而加大力道武装乌克兰 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 既波兰之外 罗马尼亚也成为抵挡普丁扩张另一个铁拳 不但加大力道购买F35 连B52都降落在这个地方 打造欧洲的最大基地 会给普丁带来多大的压力呢 美国总统大选即将要开始了 你知道吗 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 美国对乌克兰整体的政策 会不会有所改变 结果美国白宫安全顾问苏利文 在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拜登现在剩下 加近四个月左右的任期 但是接下来拜登 会致力去强化乌克兰整体的这样一个 一个防卫跟安全的一个情况 而且还说什么 尽可能会让乌克兰处于能够 获胜的最佳状态 这个传递的什么讯息 两件事 第一个你不要有我四个月 我拜登垃圾时间 什么都不能解决 可以的 我要确保乌克兰能获胜 第二个讯息就是 你拿什么让他获胜 是不是让普丁最忌惮的 远程圆火打击武器呢 现在对美国媒体来说 他释放的讯息叫做拜登将会全力去挺乌克兰 但问题是你不能嘴巴讲而已 对 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传出来讲说F16 会提供到这个所谓的乌克兰去 你知道吗 最明显的就是 普丁感觉上最近行程 有因为这样而改变 他之前土耳其总统多次邀约普丁 但是呢 现在普丁说 他已经拒绝了 从空中交通的这个可能性 他在怕什么 就被人家讲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西方援助乌克兰F16 那很有可能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F16整体的这个战斗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会不会他担心说 我如果走这个空中交通的话 因此被F16锁定 反而把他给击落 我连命都不保 会不会啊 但是你不要小看普丁 为什么 普丁在这段时间 很多人觉得说 俄罗斯你是吃鳖 但是我跟你讲 普丁如果要凶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都会怕 因为在这段时间 你知道普丁他扬言说 他要攻击 你如果有提供给乌克兰 远程飞弹的这些国家 他说你这些北约国家 你给我小心一点 因为如果你真的敢给乌克兰 我就要攻击你 甚至你可以看得到 之前在黑海 居然有一艘货轮 被那个炸了你知道 那是呢 俄军的这个22M的轰炸机 居然针对这个所谓的 黑海上面的这个货轮 进行这个攻击 结果后来发现到说 你以为他打的是乌克兰的船只吗 没有 这个商船的国机 居然是土耳其 但是土耳其不是最亲俄的 北约的盟友吗 所以我刚才讲 如果普丁要凶狠起来 可能连他自己人 都会怕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为他会不会开始进行的 所谓的无差别的攻击 那这种攻击也有可能 让所谓的俄乌战争 接下来面临到再度升级 或者是局势扩大的一个场面 那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在这段时间里面 事实上他也把他手上 所拥有的这个武器 发挥到淋漓尽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乌克兰军队的这个战机 居然把这个所谓的 GPU-39的这个滑翔炸弹 对着 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就是在库斯克的这个地方 那结果 你看旁边 其实都还有其他的这个建筑物 没想到乌克兰这个战机 居然透过这个 所谓的滑翔炸弹的方式 精准地穿过俄罗斯占领的 这个建筑物的这个屋顶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我们以前早期 在看那个投资炸弹的时候 你那个投资手 要把很多的这个 这个天后的因素 角度 飞行的速度 全部都计算上去 但是他可以做到 如此精准的这样的攻击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代表他们在整个科技的 这个运用上面 利用在战场的技术 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那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乌克兰战机 在这段时间里面 开始对库斯克这些地方 进行这个所谓猛烈的攻击 其实也源自于俄罗斯 俄罗斯在最近 经常在晚上的时候 就针对乌克兰的领土 去发射无人机 甚至伊斯坎德尔飞弹 他都在拿来攻击 结果就有媒体报导说 事实上在9月15号的时候 俄罗斯就针对乌国的领土 发射了14架的所谓攻击无人机 还有两枚伊斯坎德尔的飞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到目前库斯克这个地方 已经成为俄乌之间 两军交战最激烈的一个前线 所以刚开场 为什么我连说了两次 千万不要对普丁的 最后通牒置若罔文 你现在看到人均一开场 告诉大家 这几个现场 都似乎在一种铺牌 铺牌什么 下一场更大规模的 相互毁灭式升级式的战争 为什么 居然连苏凯57 引擎战机 最精密的这个战机 居然都传出 它有好几次 执行对乌克兰的轰炸任务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这是俄罗斯的第五代战机 叫做苏57战机 它是单做双发动机的一个状态 可是在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它被视之为 叫做俄罗斯非常精烈的 第五代的这个战机 所以呢对于 要不要投入战场的这件事情 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那早期有说法是说呢 这个普丁把少量的苏57战机 部署在所谓的俄乌战场之中 所以呢曾经过去有讯息 是讲说它有六架的苏57 已经在这个所谓的乌克兰 俄乌战争之间的前线来进行服役 不过你知道吗 早前曾经有过一个报道讲说 乌克兰方面 击落了一架苏57的这个战机 但是也有说呢 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去攻击 所谓的俄罗斯的空军基地的时候 那架苏57是停放在跑道上面 被你给轰炸了 但是俄罗斯对于这个讯息 其实通常都不予证实 可是最近传出来讲说 事实上苏57 它已经真正进入到 所谓的俄乌战场里面 而且对于乌克兰 已经空袭将近40次左右 甚至呢 发射超过30枚的这个巡异飞弹 还有KH-69的逆中巡异飞弹 那这个讯息当然一浮出来的时候 一浮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会看到 对俄罗斯来讲 你把最精略的第五代战机 都已经部署到这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你对战场掌握的状况 你重新有一些的调整 甚至对于未来俄乌战争的 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攻击 或者是防御的形式 你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了 另外一个解释是 这个改变的背后 是不是已经弹尽圆绝 连前线一线二线 所有前面可以打的战机能飞的 难道都已经用完了 非得压箱堡要出洞了吗 所以你就看到 这是为什么一开场 我们说北约 尽管俄罗斯一再的普丁 最后通牒北约 充耳不为人 而且加大力道 今天我觉得最震撼的是 这一则新闻 你不要看是直升机 它居然把一款 可以直接远程 打到莫斯科红场的 远程精准打起飞弹 挂载到它上面去了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叫做AHEZ的 这个所谓的攻击直升机 它们本身的型号叫做Viper 我们称之为叫做毒蛇 那当然在海外有人 把它称之为叫做 癸蛇直升机 那这个其实是原先 2023年初的时候 美国当时 因为斯洛伐克这个国家 想要跟这个美国 虽然说 你有这个所谓的先进的 攻击直升机 你是不是卖给我 所以当时美国国防部 是已经核准 将12架H1Z的 攻击直升机 要卖给斯洛伐克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 斯洛伐克当局 因为他们政权上面的这个调整 他们现在改思考说 我买攻击直升机 好像没什么用 那你是不是可以 卖给我别的东西 比如说卖F16 或其他这个 对我来讲我需要这个武器 那据说美国国防部 对这件事情 是有一些抱怨的 你知道他觉得 你当时跟我军购提的是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有危机居然变成转机 转机可以变成商机 转机变商机 为什么 现在乌克兰发现到说 原来你有12架 这个AHEZ的攻击直升机 你是已经这个货已经出来了 给我 你不买给我 卖我你知道吗 而且呢 既然你美国现在是被 看起来是被弃单的样子 是 他说那这样子好了 你卖给我的价格 是不是也可以便宜一点 据说呢 他就卖给这个所谓的 乌克兰要出的价钱 跟这个所谓原来斯洛伐克 所提出的这个价钱 相差不到 他原本的三分之一这样 那我问你 这个毒蛇直升机 如果真的交付给乌克兰 他未来会在俄乌战场 怎么发挥功效 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所谓的直升机类 其实都是在本土里 这个领土里面 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攻击 或者是防御 那甚至呢 对于所谓的离岛的部分 如果你是短距离的部分 那直升机也可以派上用场 他没办法做大幅度的 这个渡海的这个攻击 可是现在传出来说说 美军试图 要把这个更先进的 这些飞弹类 装到所谓的H1Z的 这样一个直升机上面 因为最大的差别 是我如果在本土里面 进行防御的时候 那我可能需要的射程 或什么其实都不会太长 比如说他可能 5到8公里左右 可是呢 以AIM-120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飞弹来讲 他其实具备 160公里的射程 那如果他今天真的把 这个原先空军使用的 AIM-120 把它装到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陆战用的这个直升机 上面去的时候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他会变成 他们这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 直升机里面 射程最长的一个武器 那如果今天把它交付到 比如说像乌克兰战场 里面 他如果真的拿得到 代表的是 乌克兰 他拥有这个直升机之后 他可以在本土的境内 对于境外 就发动攻击 而且呢 他其实打完了之后 人就可以离开 也降低了 增加他在战场上面 这样一个存活率 那你可能会想到 AIM-120 挂载在这个 毒蛇直升机 才160公里的射程 怎么打得到红场 还没有完 可怕的是这一款 这些东西其实都 源自于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们其实在过去这个 建军备战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陆战队 今天这个定位的东西 这个军队的定位 老实讲 没有海空军的这么重要 所以过去 以他那个美国海军陆战队来讲 他们都是想尽办法 去节约他们所需要使用的装备 但是呢 因为美国整个战略上面的调整 包含他的海军陆战队 现在要富有机动打击 跟快速部署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不只是说 想要把这个AIM-120 装到直升机上面 现在连什么你知道吗 他现在也希望 能够让他具有更远程的 攻击的能力 居然想说 他们要把这个所谓的 远程攻击飞弹 对 他那个打到278公里以外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说我要让你这个 H1Z的这个攻击直升机 也可以配备这样一个飞弹 对 那这个配备飞弹下来之后 他不只可以对于 陆地或海面上的目标 甚至他也可以什么 移动目标的打击能力 意思是呢 我以前大家觉得说 我这只能可能 只能针对速度很慢 或者是固定在某一个地点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沿体进行攻击 现在没有 你快速移动的这个车辆 或这些东西 也成为他能够攻击的目标 所以你看278公里 交到哲伦司机的手上 不就都好吗 我要打莫斯科够用 换句话说 现在的俄乌战场 现在的乌克兰 变成了美军最新研发武器的 练兵场啊 事实上每一项新型武器 它真正要能够获得验证 还有它的时效 就是要在战场上面发挥 对 所以现在美国愿不愿意 松开这一次这个枷锁 让乌克兰军队拥有这一个 事实上我跟你讲 全世界在高度关注 更何况是所谓的俄罗斯 结果你知道吗 北约经委主席 他最近的 他也发表言论 他说他支持乌克兰 使用远程武器 去打击俄罗斯 你记得美国在之前的这个 所谓的既定的政策里面 其实都是反对乌克兰 去攻打莫斯科 他会去封印 折伦斯基的拳脚 但是现在北约的这个军委主席 他居然讲说 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 他都有权力保卫自己 而且这项防卫的权力 不能只限于说 我自己的领土 受到攻击的时候 在我自己的领土里面来进行 他说呢 所以要不仅限于自己国家的这个边界 是不是代表呢 就是说 如果今天北约全力去支持乌克兰的话 乌克兰很有可能 对于俄罗斯的攻击 会再更进一步 那这当然要看到说 北约国家 或其他这个西方国家 给了他些什么 给了他些什么 你记得在俄乌战场 一开始的时候 英国不是援助了 ML119的这个榴弹炮吗 当时呢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是 乌克兰军队啊 就大量使用这个榴弹炮 去攻击这个所谓的 这个库斯克这个地方 你帮我们科普一下 这一款榴弹炮的杀伤力有多强 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 它的本身来讲 它的精度是非常非常强的 号称有90%的精准度 那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你知道我只要瞄准完了之后 我就能够做到精准打击 而且以L119这个榴弹炮来讲 它本身攻击的这个威力 事实上也是蛮强大的 你知道所以当它如果大幅度 使用到这战场上面去的时候 对于乌克兰的陆军的这个打击能力 当然它会增加非常多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因为这一款L119榴弹炮 它是英国的这样一个系统 但是英国的这个所谓的 备宜公司啊 之前就已经授权乌克兰说 我们军援给你要 从我这边装好的时候 把东西再给你 现在不用了 我在乌克兰就设厂 你知道吗 那我可以让你设厂 去生产这个所谓的 腰动五公里的口径的 L119的这个榴弹炮 所以呢如果它今天在乌克兰 本土生产的话 那就代表什么 我在这里后勤补给保养维修 都没有问题了 而且呢如果它要研发更 更这个火力强大的这个 所谓火炮的话 打更远的 那我只要把这个弹药 给换过之后 变成通用性的弹药 可能对乌克兰的军队来讲 它无疑是把它的拳头 可以伸得更远啊 没有想到俄乌战场居然重演 仿佛911的噩梦 你看到乌克兰144架 人机猛攻 俄罗斯境内 这画面震撼了莫斯科 拜登加码宣布 将授权乌克兰使用长城飞弹 研判就是远程的 刁堡杀手Jay Dim 这不等于 你就一脚踩进了普丁的红线了吗 还没完 今天更传出了有16架的F16 已经飞抵了利沃夫空军基地 让乌军如虎添翼 难道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 锁定克里米亚大桥 要让克里米亚变孤岛吗 那这不就是普丁 最最最大的噩梦了 普丁跟哲伦斯基 是 说哈 说哈了 他们已经好赌下去了 这场赌桌 谁胜谁负 会不会变成核战事件 是 好 我先考虑 他们两个说哈下去赌桌 你看好谁会赢 泽伦斯基 泽伦斯基如果赢 我告诉你 美国评估八成战术性核弹就下去了 那就是世界大战了 好 现在为什么说他们说哈下去了 各位观众 现在有三个赌桌在里面 第一个赌桌就是库斯克 是 好 现在普丁说哈下去 9月要收回库斯克 对 泽伦斯基做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在库斯克成立了军事管理委员会 意思说我不会撤退的 是 第二个他真兵 他各界很很紧张 他真兵库斯克 对 第三个你晓得最可怕 普丁最恨的 是 库斯克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 他不是原来就有 没有 俄罗斯的政府吗 现在是新的 反俄罗斯的新政府 现在有两个政府 对 而且这个政府 居然还向联合博报备了 是 第四个 这个泽伦斯基要 这个月要访问美国 要向拜登要更多的武器 我若库斯克打不赢 我还搞什么 是 所以现在 泽伦斯基是四个字 打死不退 打死不退了 对 他在库斯克要生根立地 是 但是普丁 非把你打死撤退 所以第一个豪肚 九月献真章 我一再讲 十月二号 这个中俄建交75周年 要盛大清除 一定要在那之前完成 这第一个堵桌 第二个堵桌 唯卫就造 唯卫就造 唯谁就谁 除了在这里打之外 对 泽伦斯基更狠 居然用144架无人机 对 攻击莫斯科 攻到莫斯科了 攻到莫斯科 这是普丁不能忍受 各位看 你能够想象 这是莫斯科吗 像不像美国911的情况 莫斯科被无人机炸成这样子 而且我 你看看 这是莫斯科 是 我再跟大家讲 有一个女的被炸死 这是莫斯科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七十几年来 第一次被攻击 有人被炸弹攻击炸死 乃弯弯的这一天看到了这个仿佛 一样的噩梦 让人触目惊心啊 我告诉你 这一公寿 所有的莫斯科民都被吓傻了 两个国际机场全部停飞 俄罗斯 这个莫斯科陷入空前恐慌 天大的危机 你看泽伦斯基 他说我要带胜利方案给这个拜登 胜利方案就是攻击莫斯科 我就打给你看 他真的打莫斯科 这是俄罗斯跟普丁 不能够忍受的 好 我刚刚讲危危救兆 不是 这堵桌是两人说哈 没错 现在普丁 他重兵居然不在库斯科 他重兵在哪里 在红军村 红军村是什么地方 红军村 各位一看就知道了 他是列伯河的一个驱纽 他是乌东的一个交通要塞枢纽 你只要占领了红军村 对 整个后面都失守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今天前线库斯克 乌军在这里占领 他需要很长的补给线 红军村就是最重要的枢纽 对 最重要的枢纽 如果把红军村打掉之后 他的后勤补击 阶段了 我告诉你 俄军已经逼临红军村 只剩十公里了 昨天攻了29波的攻击 是 这个冲进去 所以 双方现在红军村 激战之中 所以 唯尾就造 我不但打库斯克 而且 陈登斯基打莫斯科 普丁打红军村 是 大家看你要不要 把你的部队 调回来打一下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 注意看 双方激战之后 俄军无人机去刺探 库斯克 结果被打落 哇 那个激战 很像 我告诉你啊 我有看到一个 一个镜头非常可怕 一个无人机在莫斯科上面 一个肥弹将过来 棒把他打了 然后下面的那个 街道上的那个俄罗斯人 全部在惊叫 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在同一个时空 在同一个时空 我在看的时候 我说好紧啊 我从来没想到 这些莫斯科人 轻眼目睹这一切 对 没有 好了 第一个战场 梭哈 狂赌 库斯克 谁赢 谁输 第二个 唯卫就造 一个打莫斯科 一个打洪金村 谁能够赢 现在至少莫斯科 已经被攻击了 洪金村剩10公里了 这两天要见分晓 好 第三个梭哈来了 这个为我打现在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不是意志力 是武器 武器 对 好 拜登要迎接责任司机来 总要放个东西来 对 结果拜登 他在接受访问的追看 他居然说 我现在正在考虑 长城飞弹 要开绿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后面一句话 长城飞弹 能不能用来打俄罗斯本土 不能啊 我们正在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一起开绿灯 你就不顾普丁的红线了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JSSM 如果真的给了乌克兰 目前看起来给的几率是九成 做乌克兰 真的是一道华府的一个礼物 是 第二个 如果你允许他来打俄罗斯本土 我跟大家讲 美国军事专家的预测 你知道核战的几率提升到多少 多少 八成 八成会爆发核战的 全世界没有这么高的几率 是 要爆发核战的 因为老实说 这接电太厉害了 老实说 普丁是抵抗不了 是 普丁要对付接电 只有一个武器 就是战术型核武了 所以 拜登 这个赌注更大 他会不会出这个赌注呢 好 那俄罗斯现在他也没有飞弹 结果现在各位看 这是什么 伊朗的短程弹道飞弹 是 送到莫斯 真送进了俄罗斯了 这是FES360弹道短程飞弹 伊朗当然不能看到莫斯科输 他就把短程飞弹送过去 双方都开绿灯了 以前伊朗是偷偷摸摸摸 都送的 没错 现在公开讲 伊朗也不怕美国会来经济制裁我 我就送进去了 不但短程弹道飞弹送去 无人机 因为现在都无人机大战 没错 也大量送进去了 是 现在你拜登送乌克兰 对 我伊朗也送 是 好 那 那 因此乌克兰也厉害 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 夜袭莫斯科郊区 注意看 夜袭乌军仓户 你知道它袭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伊朗的短程弹道飞弹 哇 所以你一送进来 我就把它打掉 好我问你 乌克兰会知道它送进来 送到什么地方吗 它怎么可能知道 谁告诉他的 老美 老美告诉他 谁帮他定位的 老美 都是老美 你认为乌克兰有这种能力吗 所以老美陷入越来越深 是 现在 普丁跟 泽伦斯基我刚刚讲 梭哈三场豪赌 但是 双方背后 都有大金主 是 你梭哈出去的 全部都是筹码 都是背后大的金主 泽伦斯基背后的大金主 就这个人 拜登如果梭哈英赢 对不起 普丁背后的金主是什么 核弹 所以你说 今天如果战术核弹的 使用几率是八成的话 那不就是真的 濒临到世界大战的边缘 而现在有更多的迹象 这边 两件大事 老师告诉我们 一步一步 推向最可怕的情境 哇 我告诉你 乌克兰最近放了一个影片 让我踏刺一惊 如果年轻人你就知道 他这个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要玩吗 Steam Deck的游戏主机 是 这游戏主机很开战了 你还在打游戏 很多人玩这个游戏主机 是 这个游戏主机 S游戏主机 是 非常非常有名 我告诉你 他的游戏主机 他居然乌克兰把它改装 可以远端遥控 用机炮跟机枪发射 无人机枪发射 让他在场 杀人跟打电玩一样 对 你简直不敢相信 注意看 他可以打十公里 他 这个是远端遥控的 这是远端遥控 没有人的 他是用游戏主机去遥控 看到没有 打十公里远 所以 乌克兰 推陈出新 更是新式的武器 是 最可怕 就是 波兰的16架F16 听说送到乌克兰了 已经送进去了 听说 我现在是用这个字 船 对 但这16架一句不得了了 为什么 因为他送去的地方 在 克林比亚那个地方 对 克林比亚大桥 对 现在已经是 微微可及了 已经被炸的 已经 遥遥欲坠了 是 如果现在 克林比亚再多了 16架F16的话 这个大桥 是保不住的 所以当乌克兰 在额外拿到 这16架F16的话 现在是被 俄罗斯占为己有的 乌克兰 连外唯一的通道 这个大桥 可能就保不住了 全世界最怕是 核武危机 马老师 你一直在说 俄乌有核武危机 错 全世界 现在有三个地方 有核武危机 除了俄乌之外 还有南北韩 哪里 南北韩只有北韩 金正恩 我先讲一个 各位看这张照片 吓死人了 各位要知道 我考你 北韩是哪一天 建政的 什么时候 9月9号 是 那不是前几天吗 就是前两天 前两天是北韩 建政75周年 是 这75周年 金正恩 发表谈话 公布这张照片 各位看这张照片 那轮子好大 这什么车 12轴的飞弹发射车 12轴 12轴什么意思 就是每一边有12个轮子 多大的飞弹 所以北韩 美国的情报 它从来没有12轴 这个是11轴 是 这还只是11轴 对 123456789 这还9轴的 是 9轴的 它最 这9轴的 最大的 美国情报 是11轴的 从来没见过12轴 当12轴出现 你就知道 它有更厉害的飞弹出来了 现在大家猜测 这是火星18 洲际 巡逸飞弹 是 可以带核弹头 打美国的 现在美国情报 北韩有没有核弹头 有 北韩现在已经有做出 50枚核弹头 我再讲 美国情报 拥有50枚核弹头 所以 金正恩在国庆日 就是9月9号 宣布 他说我们的核弹 指数极增长 且无上限 他要无上限做核弹 我先考你一下 是 他核弹为什么这么快升期 他原料材料哪来的 谁给他的 谁给他的 很多人怀疑中国 普丁 普丁 我告诉你 是 北韩本来不是索国吗 疫情开放 现在开放了之后 突然间一天350架航班 你知道 大家都也绝大部分来中国 因为中国的观光客很多 近嘛 错 都是俄罗斯的 突然增加了跟莫斯科之间的航班 马老师 南北韩不会核战 南北韩就金正恩有核弹而已 错 我告诉你 今天动地的大变化发生了 南韩的国防部长从来不敢说 因为美国按住 不敢说我们要造核弹 闭住嘴巴 跟台湾一样 台湾想造核弹 不准 不准 结果 居然南韩一个新的国防部长上任 新的国防部长 他是 强力的 永和主义者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 我们要做任何可能事情 我们要造核弹 再加上 伊朗跟以色列 是 会不会爆发核战 居然突然一想 全世界 三地着火了 三个核爆点 是 作为世界的一份子 真的不需要再看到核弹 在核弹在世界上爆炸 来到了九月的决断时刻 欧战场会一步一步推向核战边缘吗 全世界都在关注 这绝对不是维言耸听 美国情报投资CIA局长 他历来最赤裸的爆料 他说 2022年早在俄乌战争开打第一年 普丁就想动用战术核武 现在三年之后 俄罗斯遭到乌军入侵 这意味着什么 普丁会被逼出杀手剑吗 我们就来看看 居然一场空袭 俄罗斯弹药库的行动 意外炸出了北韩奇弓 新武器不能说的真相 也曝光了 伊朗首度对俄国提供的弹道飞弹 北约这下怎么样加速快速装乌克兰 让普丁没有一丝一毫 误判的空间 对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的大选 风风火火的展开 它其实 美国国内没有在讨论俄乌战场 中国目前为止也是晋升 但是我们说俄乌战场 目前为止是整个战局在往上提升 为什么 因为俄乌双方都想在 假设美国是川普当选之后 他说在24小时之内要结束战争 大家都想要的 在美国总统换届的时候 取得一个最好的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跟乌克兰 双方都在指控对方 说什么 你怎么可以越过边境 来打我们这些相关的地区 怎么说呢 主要是乌克兰 他们有在苏梅州 俄罗斯这个地方 叫别尔哥罗德州 他们两个是互相接壤的 就不想他们就说 你怎么可以夸 晚上趁我没有防备的时候 过来打我这个平民的这个状况 然后双方都指控对方 你在空袭这个平民 然后都是这样 空袭平民的这个目标 而且这是战争行为 而且甚至来打对方的这个基础建设 所以双方在边界 目前为止打得相当火热的一个状况 你绝对不要看到这些所谓的 你动了一拳 我也动了一拳 小打小闹 他就是可能会插枪走火 为什么 普丁现在终于等到了这个决断时刻 老大有难 二弟 三弟 通通支援前线 对 我们目前为止来说 很多国外的武器 慢慢运到俄罗斯来 特别是伊朗的导弹 目前为止来说 美国情报单位 非常的盯紧这个情形 这一次伊朗 从他们国内转让了两款的飞弹 这是什么FACE 360的飞弹 还有另外一款是 阿巴比尔的导弹 两种导弹的系统 你说这两种导弹有很厉害吗 事实上它不是建的是很厉害 但是它主要是 用于进程的这个导弹 这个弹道导弹 它的发射大概是300公里 为什么300公里 因为事实上对俄罗斯来说 它不缺那种长城导弹 它有很多超音速飞弹 长城飞弹 问题是对付乌克兰 不需要用了这么贵的飞弹 所以他一直跟小老弟说 你如果飞弹300公里之内的 你赶快支援我一些 所以伊朗就支援它给 支援部分的款项给俄罗斯 那是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这些飞弹 也可以跟俄罗斯某些 这个弹道 这个所谓装载机制 是可以互相配合的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它增加它自己的 导弹的储备 然后准备 对乌克兰进行更近距 大约莫是300公里的 打击的范围 目前为止 他们主要的目标 跟主要的方向 所以我只要打中短 我就不要用到 这么贵的飞弹 俄罗斯可以集中火力 杀机不必用牛刀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 今天伊朗提供了这些飞弹 它的品质好吗 它的坚准度够吗 对 我们可想而知 伊朗到底程度怎么样 好 我们就讲 因为俄乌战争持续爆发的时候 伊朗当时有陆陆续续提供 这个不是第一次提供飞弹吗 它有提供无人机 给他们相关的这个分 给俄罗斯使用 那我们就知道 事实上美联社 因为他们有独家分这个拦截道 包括说不论是被拦截到的飞弹 或是真正引爆的飞弹 他们就分析 他们相关的这个成分来说的话 他们就说得出的结论是 伊朗的飞弹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差的 比如说以他们这个伊马德的 这个国产的这个长城飞弹 他们之前曾经有这个 包括说像叙利亚 或者说民兵系统 有用这个飞弹去攻击 以色列的这个机库 是 就攻击下来之后 居然下来你知道怎么样吗 原本宣称说他们的误差只是50公尺 就根据美国的目标 你明明要打这个目标 结果没想到 怎么偏差那么远 就美国估算出来是 偏差竟然到了1.2公里 那不是很落差吗 原本是50公尺 就变成是1.2公里 这根本是天差地远 所以就说他们目前为止的 这个准确度是相当的差 另外一方面他们说什么 他们的发射的效率非常差 也就是说根据他们的 这个推算的状况是说 只有一半能够真正的抵达目标 而且真的把它挤落 真的把它挤到这个目标物 一半以上的话几乎是发射出去 没多久就不知道什么状况 就没了 所以就说发射率是相当差 所以现在虽然 这些伊朗的武器 真的交到俄罗斯的手上 但俄罗斯反正 我现在可以用就好了 我也是 反正先有数量 再说的一个状况吧 好 我们看到了 普丁有难 老大有难 各方持援 没有 各方一个是伊朗 例如我一个总共 只剩北韩 问题是金正恩的角色 我们一直摸不清楚 没有想到一场空袭 军火库的这个爆炸事件 火光当中赫然才发现 原来北韩早就源源不绝 支援前线了 没错 像金正恩本来 就是一直在支持俄罗斯 不过最近 倒对金正恩来说 有几个怪异的这个地方 我怎么正在讲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刚好是北韩的建国 76周年的这个状况 我们当时其实 以这种北韩这种国家 或是说像中国这种 独裁专制的国家里面 建国庆日 一定要有这个领导 领导站在最重要的位置 可是我们给大家看 这是他们这个官媒报导的 他们庆祝的会场里面说 你就要看 没有金正恩 金正恩没有 因为你看 没有那种胖胖的身形 没有在这个地方 虽然说他们官媒说 有来自什么普丁 然后很多国家的这个贺电 然后甚至普丁还说 我们准备加强 跟北韩之间的这个战略关系 中国也派贺电来了 但是你在这个朝中社的 这个照片里面来说 居然没有看到金正恩 那金正恩到底是怎么样 他也是完全满头问号 这种场合不是他应该出现的吗 这个是最重要的日子 还有什么比站在这个地方 主持整个大典来得更重要 他居然缺席 对 好 那他到底在做什么 就有种说法是说 他其实最近 因为俄罗斯要了太多东西 他赶快在整装军备的一个状况 这次最近有一个报导 就是说北韩要推一个叫做大型的这个战舰 他们要推大型战舰 就是说准备来下水这种比较大型 可能是驱逐舰或是更大的这个战舰 他们要提升整个海军的这个战力 那么事实上 连这个金正恩过去一段时间 他也去视察这个 海军的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 建设的这个工程 那结果人说的是什么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现阶段的北韩 他们的这个船只的停泊站 或他们相关的这个基地 的确是相当的差 没有办法容纳即将要下水的这个大型 这个战舰 俄罗斯真的是在国内很多战舰都被毁了 说可不可以停到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 整修跟运捕的这个状况 这都是可能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搞不好 金正恩还是在密谋 怎么帮助俄罗斯的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帮助俄罗斯的这个情形之外 因为最近大家都在抓说 你这个所谓这个北韩 支援俄罗斯的具体的这个罪证 那最近就被发现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乌克兰等于是用无人机 日夜的攻击的这个 包括俄罗斯的这个沃罗涅日基地 这个地方 那你可以想事实上这个地方来说 哇 没想到大家认为说 怎么爆炸爆成那个样子 因为你可以看到 无人机去攻击的第一个时间里面 当然爆炸了 可是还有发生第二次爆炸 第二次爆炸的时候 是很大的一个殉壮云这样起来 他想说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后来根据这个情报的破解是说 因为这里面来说 这个弹药库里面有 北韩提供的这个短层的这个弹道飞弹的 这个这里面 那因为你里面存有大量的这个弹道飞弹 所以我攻击第一个时间 造成第一次引爆的时候 又连续的引爆了一个状况 那这也证明了说 俄罗斯当地有非常多 来自北韩的弹药 在这个沃罗涅日基地这个地方 目前为止俄罗斯精英阶层相当惊讶 为什么 因为库斯科距离这个莫斯科 大概是一千多公里 但是从来没有被打进来 然后再往北打 会不会打到莫斯科 所以莫斯科的人很惊慌 不过目前为止来说 普丁对政权的掌握 还是牢牢的掌握住 并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你不知道普丁的下一步 会怎么做 你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人 会不会跟你一直往破 万一你真的往里面打 越来越靠近莫斯科的时候 那你会怎么做 你不知道他的下一步是什么 这时候这个CIA局长 这个博恩斯就出来说了 他说事实上 根据他们的目标 这个情报显示的时候 在2022年战争开 刚开打没多久的时候 其实俄罗斯就想用 动用核武的这个状况 然后他就说 这个博恩斯就说 乌克兰的盟友 不要因为俄罗斯的 核武升级威胁而退却 普丁是个恶霸 不定时的进行 所谓的军事威胁 不过目前为止 美国的评估是说 他虽然想 但他可能目前为止来说 还没有做这个决定 可是问题是 那是2022年 当时的战警是对他领先的 现在来说 战警慢慢慢慢倾斜 特别是西方世界 美国 还有欧洲 对乌克兰的支持 让整个战争有点反转过来 尤其是入侵库斯科 对 这是关键 对 搞不好 普丁会有不一样想法 所以我们绝对 还是不能够认为说 普丁绝对不会动用 核武的一个状况 好 那我问你 到底是嘴巴讲讲而已 嚇嚇你 糊糊你而已 还是他背后里真的藏了一把 核武的匕首随时要拿出来呢 应该这样说 事实上他如果能够用传统武器来说 我尽量用传统武器跟你打 可是问题是传统武器 到目前为止来说 对俄罗斯越来越不利 你看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 你连伊朗的武器都拿 这个失败率这么高 然后你连北韩的武器都拿 为什么 你看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 它居然降落 这个坠毁在什么地方 坠毁在拉脱维亚的境内 我们知道拉脱维亚是什么 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三小国 他们过去跟俄罗斯 处得非常不愉快 他们也是北约的这个前沿 就不想你居然打了这个地方 那是怎么一回事 你在创造一个开战的理由吗 北约就说你这样子的话 是要逼我们北约动手吗 因为北约的条约是 一旦有国家被攻击的时候 北约是可以集体防卫的 所以你到底在搞什么 你是武器是控制不住 还是怎样的状况 大家不知道 另外一个就是白俄罗斯 我们知道白俄罗斯跟俄罗斯非常好 卢卡申科是一直在挺普丁的 结果没想到他们居然最近说 我们击落来自俄罗斯的攻击无人机 这个让人家满脸问号 那是你最伴侣的这个国家 难道是你俄罗斯要去打他还是怎么回事 这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普丁的武器他控制不住了 他控制不住的时候 那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能够打的武器 已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一个状况 所以普丁会不会狗急跳墙 我们当然不能排除 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 我觉得乌克兰目前为止 打到目前为止 也是令我们觉得 非常刮目相看 原本很多一开始开打的时候 乌克兰撑不过一年 撑不过两年 三年多过去了 也过了这么久的一段时间 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最近有一个画面 就是乌克兰女兵 我们乌克兰女兵是为什么呢 你看他们在基辅境内 他们其实算是后勤部队 那他们没有办法拿到最先进的 这个机枪 但是他们拿的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看 这个机枪 这个是马克庆机枪 马克庆机枪是什么 他是1910年代 在俄罗斯帝国的时候正式服役 然后大概幽默二次大战前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再用这个机枪了 攻击的重兵器 对 他们用什么 他们攻击这个俄罗斯的 这个无人机 也就是说他们用这个 重兵器的这个机枪 来攻击他们能够沐沿所及的 这个无人机 去打伊朗提供过来的无人机 对 所以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说你看 他们全民皆兵 而且女生来说 我没办法在前线作战 但我在后方防守的时候 我拿了再老旧武器 我要跟你抵抗到底 那告诉你什么 俄罗斯的这个民心 是慢慢的低落 但是乌克兰呢 这个战斗意识还很强 所以我们不能够排除真的 假设真的打到让普丁呢 最后被动没掉 动用核武 那我们当然是持续观察下去 看到这个地方 面对于北韩 伊朗 加大力道支援俄罗斯 乌克兰怎么办 北约也加速的来武装乌克兰 让他能挺得住 普丁发动的血腥 九月反攻 你看 一台iPad 就能搞定老苏卡战机 挂载JDM铁锤飞弹 让二军就算你躲在地底碉堡 也没用 那就更别提普丁 最大的噩梦F6 最近也刚刚取得 能够精准打击的 AM120中程空对空飞弹 确保空忧掩护 让乌军能够继续地面挺进 这血腥的九月 那不就是北约跟邪恶轴心的 终极对决吗 过去因为乌克兰 它整体的军事训练的体系 还有它的武器装备 都是走二系的系统 是 所以乌克兰空军 能够佩戴什么样的 所谓的飞弹或干嘛 其实老实讲 外界的资讯都很清楚 但这一次居然发现到说 乌克兰所处的 苏可二四的战机 所搭载的这个飞弹被认为 跟传统他们二字的武器 是有很大不一样的 结果现在传出来讲说 这个飞弹非常有可能是 由西方世界 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提供的 这个叫JDM的 所谓的新型的导引航空炸弹 但问题就回来了 因为一般过去美系的武器装备 要装到二系的飞机上面 那个界面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你现在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已经进行了超级磨改的工程 所以这个磨改造成了解封印 解封印之后 所有西方的美系的 只要能够完成了 它所谓的匹配的话 你就可以戴上去 戴上去就能打了 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说 美国跟俄罗斯之间 很有可能在政治上面 这个意见是不合的 但问题居然在武器上面 居然可以打合作你知道 但现在大家就非常好奇说 那你今天怎么把苏凯战机 去结合这个所谓的西方的飞弹 现在发现到说 因为西方世界其实提供了 非常多不同的这个武器 去提供给这个乌克兰 结果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居然发现到说 乌克兰在他们的传统战机上面 增加了一个新的配备 什么配备 那个配备你在外观上看不到 但是从内装就看到 他居然装一台iPad在上面 iPad能干嘛 这很厉害 为什么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武器 像以前传统 像苏联的俄罗斯的这个战机 比较多是类比斯的 我现在其实只要进入到 电控系统里面去的时候 我就帮你数位化就好了 是 所以我把整个的这个程式 软体全部整合在这个iPad 里面去的时候 我只要接上所谓的 数位化的发射 那个射控系统 我今天在iPad上就可以操作了 是 那这个可以操作的状态 这样你就可以看得到 不只是我单机上面的武器操作 甚至是什么 你的飞行数据 可以透过这个整合的方式 一起连接到你的后方去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 这个乌克兰的飞行员 已经不是早期大家认为说 你只能飞二系战机 因为什么 我飞的虽然是二系的战机 但我的骨子里面 甚至连我的心脏 都换成了西方的系统 乌克兰果然名不虚传 苏联时期打造军工军武 最重要的脑袋跟基地 当时就在乌克兰 是 那个血脉跟DNA 都留下来了 那就更不要讲 现在我原装原位 原配的F16 源源不绝的提供给乌克兰 那普丁怎么承受得住 其实你现在这个乌克兰 所拿到这个F16 当然它不是说最新构型的 像我们现在台湾 不是要换装F16V吗 是 但是它这个其实是 比较早期的这个 所谓的F16的系统 但问题是 你看有一个国家扮演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叫做荷兰 因为荷兰在这个之前 加入到北约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荷兰也会提供很多这个乌克兰 包含到空对空的这个导弹 那现在呢 乌克兰的官员 就已经表示就是说 他们这个F16战机拿到之后 他们甚至在画面上面 所看到的是 他们还可以希望能够 获得最新的AIM-120D 还有AIM-9X的这个飞弹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像这种先进中程 空对空飞弹来讲 它的射程 以它这个AIM-120这个来讲 它射程可以达到160公里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过去传统这个飞弹打出去之后 可能对乌克兰来讲 它的这个战机 就必须一直盯着这个落点 结果现在没有 因为它换装AIM-120之后 它的飞弹就可以加装 GPS的这个导航 还有它有一个强化电子抗干扰 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代表是很有可能 它的飞行员打出去之后 也可以做到射后不理 那射后不理 就大幅度的提高了 你的战机飞行员的存活率 但是又可以增加你这个飞弹 打出去的命中率 好 我们讲到这是F-16 AIM-120 那是威力百倍千倍大增 你一定很好奇 乌克兰的飞行员 他过去对F-16是完全不熟悉的 他怎么训练它可以 挂载这些杀器 飞上天空英勇杀敌呢 这时候科技就扮演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国内 我们不是有F-16的 这个战机飞行员 那我们其实有不同的战机 可是我如果要换训的时候 通常时间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你要让它会操作 跟你能够熟悉飞机 成为一个成熟的飞学 有时候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结果美国这时候 他们居然拿了一个混合 实径的F-16C的 这个叫做模拟器 为什么讲说这个模拟器 你知道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 航空训练的这个机器 然后当然你坐在上面 它可以跟着这个 战机的动作 然后来进行这个摆动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是属于 试听穿戴式XR的设备 它现在运到了 这个乌克兰飞行员 训练中心之后 让它的飞行员 其实就坐在这个 模拟舱里面 也好像真实在 在战场上面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的体积 其实非常小 而且还可以 这个方便的搭载跟运用 那你知道透过 这种科技的训练的时候 我们一般讲说 传统的这个F-16飞行员 它可能要从这个 一开始接触到成熟 可能需要有好几年的时间 但是因为你本身乌克兰的 这个所谓的飞观 它也会操纵战机 所以飞行的原理 其实是一样的 那唯一只有一个 是界面上的不同 你知道居然透过 这样的一个 模拟的这个飞行器 居然可以缩短到 一个月的时间 就让它的飞行员 可以实质的上线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层次 它意味着什么 这是普丁一个很大的危机 在过去我们讲说 当你都是苏系 是二系军舞的时候 你有几根毛 我摸得清清楚楚 可是普丁现在 面对的是西方军舞的练兵场 它贫于奔命 它怎么应付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 像战机这些东西 可是你如果要拿到 空优的时候 其实地面部队也非常重要 是 那这一次其实看到 英国提供了 包含650枚的 这个轻型飞弹 总共是1.61英镑的 这样的一个军援的部分 去援助这个乌克 那其实以它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轻型飞弹来讲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它也可以 它也用这个所谓的 尖射式的方式 那也可以让它 变成所谓的 车载式的方式 那这种所谓的 炎焰地对空飞弹 因为它的有效射程 平均来讲 大概会在6公里上下 那最大的射程 甚至可以达到8公里左右 这个来打这个无人机 刚刚好 你马上抓到重点 为什么 你这种所谓的 手持的所谓的炎焰飞弹来讲 它的速度其实不会太快 那不会太快 你说要去打战机 可能会有难度 但问题是因为它的速度 可以达到1.5马赫左右 所以如果今天敌机零空 已经到我的上方去 针对什么你知道 像这种所谓的旋翼机 直升机 或者是定翼的无人机 这种速度不是特别快 事实上你看炎焰它打完了之后 人就可以直接隐蔽一掩蔽 就可以离开这个战场 所以大家就发现到 这个对于乌克兰来讲 它的整个地面的防空物的 这个战力是增加非常非常的多 那还有一个包含是到什么 你知道我们刚刚讲 地面的战力要有 那你如果空中的武力也能够结合 这很重要 空中掩护 这个差很多 我们先回来看 赛考斯基的这个公司 他现在发布了一个影片 那这个影片你看它的构型 基本上就是黑影直升机 可是它不一样的是 它那个机上 装了非常多的武器单一样 好机体的机枪 好多机枪你知道 因为它在两侧挂载的 这个所谓的加装的挂架 那有四个硬挂点 所以它可以安装所谓的 地狱火飞弹 甚至这个火箭弹 还有这个所谓的机炮 甚至连迷你机炮都全部上升 那过去我们再看到黑影直升机 比较多也用在什么人员运输上面 但是它把它完完全全改装 你看到画面上面那个 它连那个地狱火 就直接这样打出去 所以它其实已经 从这单纯的人员运载 变成所谓的一个全武装的黑影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再回来看 事实上我们就看到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飞行员有时候其实很忙 因为它那个仪表非常多 太复杂了 那所以我们之前 不是这个国内大家讲说 我们A87的时候 不是有那个可动式的头盔 对 头盔 我今天只要头转到哪里 我的机炮就跟着移动到什么位置 我跟你讲 它们居然在这上面 一样通通都搭载了这些东西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它戴着这个移动式的头盔 上面还有光学工 红外线的这个征收镜头 那代表什么你知道 它可能在夜间的时候 也可以执行它的这样一个训练 全天后它不受黑夜白天的限制 没错 所以你看它在夜站的时候 它基本上就不需要说 我缺少导航的设备或什么 可是你会觉得说 我们刚刚从乌克兰一直讲到武装黑鹰 那现在要怎么回到乌克兰去 因为重点在这里 乌克兰的国防部情报总局 居然在之前有秀出了 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个照片 这个照片就像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黑鹰直升机 但是居然是乌克兰版的 这种涂装的黑鹰直升机 所以你看看它乌克兰的 整个国旗的意味非常明显 对不对 但问题就来了 现在外界对于说你美方 到底要援助乌克兰的 这个军区的这个项目 到底有多少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黑鹰直升机 如果按照他们 那个情报总局 特别秀出的照片是 它已经前进乌克兰了 你知道 所以我就问了 美国的所谓的军援乌克兰 会有一个军援的清单 是 这一架飞机 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这个清单上 那就到底大家要问 美国还有多少 是明着跟你讲不承认 暗地里 源源不绝进入战场的呢 所以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也就是乌克兰军队 透过使用这个黑鹰直升机 进行人员的这个渗透作战 那它其实强调就是 快速的机动打击跟部署 那问题是 如果今天美方要军援 这个乌克兰里面 也包含了这种 所谓的武装黑鹰的话 那对于乌克兰整体 在地面的这个所谓的火力 还有维持它的空佑的部分 如虎天意 那就会增加非常大 一个帮助的力道 二无战场的九月 是普丁口中的绝断时刻 要把乌军赶出境内 所以你就看到 俄罗斯朝乌克兰后勤枢 枢纽挺进 乌军整个后勤枢 枢纽身陷险 背后为什么泽伦斯基 不积极反攻 难道这一切 都是它的另一个计谋吗 画面当中你能看到 右边那个火光出了什么事了 原来乌克兰提出最新的反击 居然是出现无人机 搭载2200度燃烧的旅热计 这个是极具争议的打法 已经到了人道边缘 人道争议的下场 普丁会被逼出核武的杀手箭吗 俊阳哥你如果看乌克兰境内 你会觉得他在节节败退 但你如果纵观整个战局 你会发现他就是说以退为进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我们首先讲到俄罗斯的状况 俄罗斯最近得到了很多得力的助手 竟然与伊朗 大家已经说你是邪恶轴心 说你是邪恶联盟 他也没再怕 伊朗的武器 北韩的武器 隆终来 为什么 他拿了伊朗最新的弹道导弹 而且到现在已经交付了 换支包括阿法比尔 以及巴塔赫360 这两种都是什么 近程导弹 它不能够打到太深远的位置 但介乙的目的是什么 我直接不会讲答案 他就是要缩缓现在俄罗斯 他的弹道压力 他的弹药压力 为什么他需要去缩缓 因为他现在可能去 拥有非常多的中程导弹 但是远程导弹 但是近程导弹没有 我总不可能浪费 我们讲的大炮去打小鸟 所以对他来讲 利用这些近程导弹 可以在第一线 也就是最前线 包括我们讲的库斯科 甚至我们讲的 德尼斯科等地 来进行我们讲的近程打击攻击 换言之 这个动作也证明一件事情 为什么会让白宫震惊 因为俄罗斯不演了 之前是不是把薩姆400 拿到我们讲的伊朗 送给伊朗 现在我们讲的 何康到夕 我投桃报李 我也送你捣蛋 这个邪恶轴心 已经在地表正式的成形 好 普丁有难 各方持援 各方就两方 一个是伊朗 一个就是北韩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刚刚提到了 九月的决断时刻 普丁一定要把乌克兰 赶出他们境内 那泽伦斯基怎么抵挡呢 对 居然跟我们讲 既然你摊牌了 我美国也不跟你演了 来 他直接跟你讲 CIA跟我们NI6 也就是英国的情报局 是 两个情报头子 投输到哪里去 Financial time 直接跟你讲说 我们绝对会力挺乌克兰到底 我跟各位报告 这是一个态度表达 因为现在外界普遍都预期说 乌尔战争很有可能 在美国总统大选落幕之后 会用谈判的方式 做一个和解 所以在谈判之前 双边都一定要把筹锚 越叫越高 我也要把我的战备 越叫越高 因为毕竟已经到了 最后的高潮了 所以你仔细看 现在俄罗斯还做了什么动作 这个叫做反制 我们先前是不是也聊到说 乌克兰已经深入到库斯克 包括俄罗斯的境内 已经直接去打击了吗 结果俄罗斯现在也来 他直接用这种少量的无人机 跑到拉脱维亚 罗马尼亚 这两个地方叫什么 这不是乌克兰 这是NATO 他跑到北约去了 而且直接做 你不是逃打吗 当然 为什么 他故意在广开战线 一则 第一个讯息 你北约不要给我插手这件事 你敢插手 你敢提供军援 我就把你死的敌对了 第二个 我再故意分散你的战线 我今天如果打到北约去 那你美国 包括你西方的出国列强 得要判断一件事情 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支援 他等于是可以把北约原本 提供给乌克兰 源源不绝的兵力 转向移动到自己在NATO 也就是北约东翼的部分 做一个严密的防守 换言之 我这个东西叫做声东及西 刻意地拉扯你的战线 拉扯你的兵源 以换取时间 决断时刻 双方都有殊不得的压力 但这个现场 太诡异了 乌克兰不是滔滔江水 一路高歌猛进吗 为什么它的后勤补给的枢纽 现在面临了俄军团团包围 周德斯基赶快求救啊 居然哥所以我们这样讲 这就是以退为进的精髓 现在状况很像是什么 我们两边都要上谈判筹码 我乌克兰也要 你俄罗斯也要 但我请问一下 如果乌克兰作用80%的土地 那他有办法跟俄罗斯谈吗 没办法 所以他想出一个好方法 这个好方法就是 我用我最精锐的部队 我用我最先进的部队 包括基布驴 包括亚素银 我直接攻进到你俄罗斯境内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做反向的 同样的动作 他做什么 我也把我的主力部队 直接攻到你的枢纽 所以你只单看这一面 你会很紧张 说还有什么红军 红军村 八公里 已经古东 辛罗迪夫卡这个镇 被俄罗斯也攻下了 这是后勤补给的重镇 但不好意思 各位不要误会了 现在变成是什么游戏 你知道吗 我乌克兰也只有你俄罗斯的土地 你俄罗斯也只有乌克兰的土地 所以我们双边更是只有 你这边打越深 我反向操作 我你的境内也会打越深 而且不只要打这种阵地仗 我们还要打什么 打我们讲舆论战 现在最新公布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投降的乌克兰军队 你看 就是我们下一张画面看到 非常可怕 从高空拍下来 人已经投降了 都已经没有抵抗人力了 双手都已经击下来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俄罗斯犯下了战争罪 也就是对手无寸铁的俘虏 进行的处决 而这个罪 这要干嘛 引起整个西方世界力挺乌克兰的力道 力挺他们的声援 因为 如果俄罗斯是如此暴虐无人 而且犯下战争罪的罪犯的话 那我们大家当然要决力挺到底 所以你回头来看 这是哲伦斯基的一盘棋吗 一次的密谋吗 目的只有一个 让北约更团结 只支援一个国家 那个国家叫做乌克兰 那我支援你 你要能打 你要敢打 他也给你看了 他真的敢打 对 我们刚才一再强调说 库斯克这个地方挺近 各位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不好意思 库斯克如果再往东边 再往北边一点 你知道那个到哪里吗 莫斯克 就到莫斯克了 所以换言之 这叫做直接将军 你将军我 我反向也将军你 你想想看 他现在把什么 赛姆盒直接给炸断了 也就是各位 你现在看画面 直接整座墙炸断 炸断他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我可以阻止你援军的来办 第二个我可以防止我被包围 第三个我可以阻止你的后援 换言之这个壮势断 等于说我这个炸断之后 我就可以完全再临 我们讲的 奈德诺夫这个地方嘛 换言之 他们有没有再往前推进 有耶 有 他们只等于步步进逼 当然他的后勤补给 或者说乌克兰 他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补给链 能够顺畅不断 所以你仔细看 为什么俄罗斯 会往这个后勤补给的重镇去震攻 双边都在互相的反制 但是乌克兰最新 还有一个更新的反制法 你知道什么吗 无人机大招 乌克兰最厉害 但他们竟然玩出了新玩法 无人机通常是干嘛 拿来自杀用的 拿来我们讲的 顶多是开枪用的 结果他不是 他直接在上面装载了铝热器 你知道这个铝热器 各位你看到的 噴火 我没讲 你说是说 培梁 栽梯 还在噴火 对喔 你看 他沿着这些 有可能常立敌军的草丛 树木 就这样子 在晚上的时候沿线喷火 换言之 你如果人躲在里面 我跟讲 你瞬间就会被融化 因为这个高温高达2200度 他把所有地表上 很有可能引力坦克 因为你想想看俊阳哥 这段画面 这个同样一件事吗 好像一个火炬人在树林走路 对 我跟你讲 这不是同一件事情 这是不同的时间点 但是同样的动作 一样都是用无人机 为什么他们专挑这种树梯去烧 因为过往我们讲的 俄罗斯常常会把军地 战力保存 隐移在这些树林里面 他只要这样喷过一轮 就算不管你有或没有 只要喷中了 基本上都会毁灭 而且他不只是做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他这无人机喷着喷着 你想说 我们跟你讲 效果画面十足 但实际上的运用 其实没有真的特别好 他只是摧毁掉 他可能隐移的阵地而移动 但真正他们真的猛的是什么 他们同样的无人机 直接飞到俄罗斯金 因为现在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说 只要俄罗斯境内的后勤补给 包括弹药库 源源不绝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前线持续的对抗 所以我必须要斩草除根 我直接飞到你后方 针对这种大型弹药库 就各位你看到了 有没有 山起雄雄的火光浓浓的烟 因为这些弹药库 就是来自我们讲的伊朗 来自我们讲的北韩 这些援军所提供给他的后勤补给 如果我一个一个摧毁 从弹药库到油库 甚至是你的战力保存飞机场 我跟讲 这场战争就能够拉短他的时间 迅速划下句点 普丁下令九月底之前要把乌军逐出俄罗斯境内 接下来三天将是关键 到底乌军是继续进攻 还是败退转进 关键就在无人机 你现在看到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喷火的一个情况 乌克兰居然出示了这个过去我们极少看到的喷火无人机 2400度挫骨扬灰把整场战役推到了人道的边缘 下一步会失控吗 一将功臣万古枯 我告诉你 普丁跟泽伦斯基为了自己的颜面 对 决定说哈鱼死网破了 说哈了 对 三穷水尽亦无路了 九月底之前 库斯科一定要收回来 是 泽伦斯基下通牒 库斯科死守到底 对 我在美国 如果你把我整个撤军了 我在拜登面前 还有什么胜利圈 对 还有什么面子呢 非赢不可 非赢不可 所以 现在 整个关键就在这几天 到此之三天 来 我们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乌军的第25战斗营 在库斯科地区 对 宣誓 是 我们要打到底 我们绝不撤退 那我问你 在俄罗斯的地盘上面 现在俄罗斯已经争军了 要开打了 是 他们来 哪里来的勇气 跟哪里来的自信 他要靠什么呢 我告诉你 心思的武器 一个 杀气 层出不穷 杀气啊 我告诉你 连我都没看过的杀气 这是什么 喷火无人机 喷火无人机 也简直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看到 各位看 喷火无人机 各位知道 这个喷火无人机 撒去的是铝热剂 这铝热剂 各位 你不要开始火 具体像我考你 这个火有多热 多热 2400度 无法想象 2400度 就是说一撒下去 对不起 尸骨无存 连骨头都会融化掉 是不是 第二个 各位看 这是铝热剂 铝热剂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被沾到 起火 撲不掉了 撲不掉 所以 这个是 已经是 当年东京大轰炸的情况 有点类似了 靠 看这个画面了 记不记得 我们就在两天前的报信文 给大家看到那个 骇人听闻 好像有火巨人 有没有 他在这个 就在外面 马老师你看到没有 对 当时我们以为说 他就是在森林里面 演练这样子的 所谓的 铝热剂的战术 我烧出一条火龙 我就可以阻绝 俄军的追赶 或者是俄军的布防 没想到他何止是地面 还有来自于 空中的无人机 我跟你讲 空中无人机一撒 真正作战的影片 各位可以去上网看 是 俄军的士兵 啪啪啪啪啪 都一直跑出来 太可怕了 你知道 好 那乌克兰底气 就是有这些世界各国 提供他奇奇怪怪的 星期五 是 我讲的最新 让普丁最胆寒的 塞尔维亚最近买了12架 法国的飙风战机 他就宣布 我有12架飙风战机 我就把我自己的36架 米格29 赠给乌克兰 等等 塞尔维亚他不是向来 亲俄的国家吗 对 亲俄国家 但马老师 36架米格29 没什么了不起吧 错 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米格29居然可以投放 JDAMER的炸弹 就这个 这个有多重要 我一定要跟你讲 这个是美国的厉害的炸弹 是 他要跟米格29系统相连 能够发射 二系跟美系 已经魔改可以相容 已经可以相容 这是最严重的 好 我再跟大家讲 注意看 这上面有写字 Happy Birthday 谁的名字 是乌军总司令 整个作战总司令 他过50岁生日 是 然后送您的礼物 就是每一个俄军的尸体 哎呦 我告诉你 这个 这个炸弹 它是没有那个 噴射器的 是 它是滑翔体 对 那这样会有多可怕的 它是GPS GPS导引的 而且它滑翔 可以滑翔72公里 所以它没有热冷 是 你侦测不到的 对 滑翔的 所以这个厉害了 老美献给这个 能够跟乌军的米格29结合 这个在战场上 成为新杀季 接下去要问的就是 如果你把普丁逼急了 他怎么跟你于此往破 一看起老师说 他要修改核武的使用规则 会怎么样吗 所以昨天克林姆公 新闻都有 正式宣布 必须修改核武使用准则 那修改哪一条 它增加一条 乌克兰军队使用美国提供的 远程攻击武器 深入俄国领头 发动攻击 这不就即将是现在进行 是吗 对 不要忘记 现在不但我刚刚讲了 米格29已经可以 接电 对 而且将来 他还有那个长城的 要给他 对 那还有一个 除了这个修改 这个核武使用准则 意思就是说 我要使用核武了 那大家问 你普丁会怎么使用核武 你怎么打 好 很简单 中程飞弹 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中程飞弹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 是 1987年双方 1987年双方中美 那个美俄签订那个中导学一 对 就说我们不得 两国不得在研究生产中程导弹 是 就是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导弹 对不起 不准不准弄了 对 好 这合约33年之后被谁打破 谁失岁 川普 对 2019年川普为什么要失岁 他想在日本韩国 甚至关岛射这个飞弹 是 菲律宾去打中国大陆 是 他没有想到俄罗斯 结果没想到 美国现在在哪里 部署了这个中程导弹 在哪里 菲律宾跟丹麦 丹麦是对准俄罗斯 对 菲律宾是对准中国 对 好 那普丁一直没有动作 现在普丁开始生产中程飞弹 他会打到谁 谁该紧张 他决定 第一个 中程飞弹可以带核弹 各位知道 根本就是核弹头 对 他打两个地方 哪两个 全境 欧陆都打得到 我刚才跟你讲 全境都打得到 第二个 日本 韩国 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除了日本韩国 是 沖繩基地之外 台湾也有可能在里面 哇 那这个影响就大了 中程导弹 是 我们来看看 那俄罗斯现在要新生产 带核弹中程导弹 它会挑哪一款 是 好我刚刚已经讲了 五百公里到五千五百公里 是不是 好 来 二零一九年 美国指责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 超过中程导弹 是中程导弹 对 你知道俄罗斯吗 我只有四百八了 好我就压线 我就压线我 我没有五百了 我只有四百八了 我告诉各位 现在美国人认为他根本不必生产 他把这个四百八的伊斯坎德尔 增加燃料箱 减少战斗部重量 就可以达两千公里 是这样 两千公里 是 对好 达两千公里 各位 你说 马老师 这伊斯坎德尔很厉害吗 我把他拦下来 拦下来 我告诉各位 有个数据出来 这是美国人认为的数据 第一个大家知道 俄罗斯最厉害的超高因素 导战海南山 匕首 匕首的拦截率是25% 四分之一 四颗可以拦截一颗 三颗落网 对 那现在在乌克兰用最多是口径 口径飞弹 对 口径的飞弹拦截率是49% 两颗 两颗拦截一颗 对 但是这个伊斯坎德尔拦截率是4% 这么低 它为什么这么难 20颗才拦截一颗 为什么这么难 把它拦下来呢 我告诉你 所以这个炸弹 因为它可以带核弹 是 又这么难拦截 对 它对着欧洲各国去 现在我告诉你 现在一宣布 普丁说我要从生产中心导弹之后 是 所有欧洲各国都插了弹 所以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最近俄乌急剧的升高 对 急剧的伤亡 英国也没有讲 德国也没有讲 德国也没有讲 各国都 不愿意惹起这些事情 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4%这么几乎7去0 你根本拦不到它 美国有什么 他们军武不是最强吗 怎么样 动足极先 很简单 美国现在突然之间宣布 它新一代的电战杀器研究成功 推出来了 电战杀器 你常在电视上讲 这个美国海洋的咆哮者 是 对不对 这个EA37B 美国新发展最新的电战杀手 现在已经正式交付了 这个有多厉害 多厉害 我告诉你 第一个 它的电子战杀神 它可以阻挡 干扰 削弱 破坏 你所有的雷达 通讯 指挥系统 你所有的联系系统 你的武器系统 连你的飞弹都会被我干扰到迷海 是 这么厉害 更重要一点 它可以窃听密码 窃听 窃听 监视 12345678 其一架飞机上是10个人 对 我告诉你更可怕的一件事 它这一出来 先要做10架 交付给第13电站中队 你去打第13天 你去查一下 这是什么单位 这是个电站中队 但是它里面居然 你看擅长语言 俄文 中文 韩文 所以为邪恶轴心而生的 电站杀器 所以这个电站杀器 第一个 它可以干扰阻挡各种电子阻挡 我刚才已经讲了 第二 它监听 它可以听国语 可以听俄语 可以听朝鲜语 所以把你整个摸透透 是 它这个电站中队成立 所以刚刚我一讲 三个语言就知道了 对 它针对哪三个国家 因此 这个电站中队 如果派去欧洲的话 那真是普丁的一个心腹大患 就近俄务战争 一将功臣万古枯 还要死多少人 多少军人 多少平民 这三天要见分枭 未来立平九月逆转圈 看到普丁做什么 忙着走访盟友搬救兵讨资源 最重要的是中国 你看他见了谁 在海森威见上了韩正 还高唱中俄友好 不是本来就很友好吗 原来 普丁心里有一个心魔 中国的大江无人精 为什么变成乌克兰投掷炸弹 攻击俄罗斯的杀器的血滴子呢 他没办法接受 这个战场终究决战无人机 乌克兰居然发展出这一款 搭配AK突击步枪 凌空扫射的终极杀器 最后谁能笑到终点呢 事实上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 他在4号的时候 跑到了以前叫做海森威这个地方 去出席一个叫做东方经济论坛 但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你可以看到画面上面 除了韩正之外 他跟他会面的 居然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你两个人在这里高度 这个会面的过程当中 到底谈了些什么呢 事实上普丁在那个时候 居然说我希望海森威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甚至还提到说俄罗斯跟中国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关系 是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所以我刚提到说 以海森威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被高度的关注 事实上海森威是以前中国 他元族的时候是叫做海森威 但是呢 因为他在1860年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中俄北京条约 那时候呢 那个满清政府就已经把 这个海森威这个地方 割让给了所谓的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叫海森威这里 本来现在已经叫做弗拉迪托沃斯克 你知道 哇 这么长的名字 那是人家俄国的领土 但是既然这个普丁就讲说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 能够成为吸引中国游客的好地方 难怪他们会说 哇 现在中俄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友好 本来就很友好 为什么要挂在嘴边 就怕海森威三个字 再一次挑起了中俄 最敏感 最不能碰触的那一条神经 其实老实讲 领土割让这种东西 不管你在哪一朝哪一带 你后面大家一定会觉得 那本来土地是我的 是啊 结果你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赖清德总统 他之前就接受这个媒体的专访 那时候对于什么中国 在最近 不是大家这几年觉得说 中国大陆好像没有放弃 要武统台湾这件事 那赖清德就讲说 中国如果要併吞台湾 其实不是为了领土的完整 他说如果你要为了领土的完整 你为什么不拿回俄罗斯 占有这个在艾辉条约所签下的土地 意思就是你怎么不把海参辉拿回去 所以艾辉条约就把海参辉 割给了俄罗斯到现在 变成了普丁琴下说 欢迎来海参辉玩 那当然赖清德这样一喊话的时候 我跟你讲俄罗斯外交部 他就直接就讲 他说什么 他说俄中两国在2001年签锁条约 已经讲说 我们相互放弃对方任何领土的要求 意思是什么 你当时割给我的 就是我的了 那已经就是我的了 但是俄罗斯也说 他人家要重申所谓的坚持一中原则 甚至还说什么 台湾当局的领导人 无权代表北京发表任何声明 那我就讲俄罗斯的外交部讲这个话 完完全是中国大陆的语调 什么叫做台湾当局领导人 我们是中华民国 赖清德就是总统嘛 打包我们再回来看这张照片 普丁 为什么 他心里面住着一个魔鬼 那个魔鬼一定要不断的灵魂叩问着 你不是我最好的兄弟吗 中国你不是应该挺我吗 为什么你的大疆无人机 居然帮乌克兰在我头顶上丢炸弹 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 他确实会发现到 在这次俄乌的这个战场上面 乌克兰用了这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老实讲乌克兰有多少军需 这个整备的能力 俄罗斯很清楚 但是你那么多的这个无人机 到底从哪来的 你知道吗 俄罗斯的官媒 居然在大陆外交部的记者会 就直接就提问说 你们那个乌克兰 事实上大家讲说 不可以去买这个所谓的大陆生产的无人机 但是乌克兰居然还是大量的去买 所以他要求这个中国方面 你要不要讲一下 到底为什么你们卖给这个乌克兰 因为你知道俄军在战场上 被乌克兰的那个无人机齐袭 这打得这个落花流水 结果你知道吗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居然讲说 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是非常严格控管无人机 而且都严禁它使用在军事的用途 那你刚刚提到了 到我头顶上丢炸弹那个大疆 它怎么来的呢 所以俄罗斯的官媒 为什么会这样跟你讲 因为他们发现到说 乌克兰都绕过管道 要买了将近三亿价值三亿的这个无人机 那所以乌克兰现在手上 有非常多的这个无人机 而且感觉上都来自于中国大陆 你知道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之前他们乌克兰的这个士兵 就讲说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很厉害 你看那个无人机下面 带了两个榴弹对不对 他就讲说 我今天把这个无人机改装完了之后 装上榴弹 我就变成什么 变成榴弹投资器 但重点是这个画面 对俄罗斯来讲 他就很生气 为什么 他说这个无人机好像是大疆的 DJI的这个无人机 你不解释一下 怎么被他拿去购改之后 反而变成杀伙了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 那个坦克车有没有 你躲在树林草丛间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吗 这样子从无人机往上空拍下来 就直接命中你了 商规军用 上帝之眼 躲在哪里 直接给你开罐 对于乌克兰来讲 你知道吗 他有一段时间很常使用无人机 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喔 他的无人机好像有一段时间 不愿意去用中国大陆的 你知道吗 因为乌克兰军队有一段时期 发现到说 他们很大量使用所谓的 中国大陆的大疆无人机 结果没有想到 他只要那个无人机一升空 你知道 通常我就是躲在这个很隐蔽的地方 然后去操作 他说没有想到 这个无人机一升空之后 乌克兰的阵地 立刻就被俄罗斯军队发现 被端走了 那这个怎么解释 所以是不是你今天 你这个大疆你们的后台 你是不是有开放 这个所谓的权限 去给俄罗斯方面 所以我就锁这个码 而且你知道大疆无人机 他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人家在商用规格上 也做得很厉害 你知道 他其实都已经做到什么 你知道 你飞到一定的飞行距离 如果没电的时候 你不用操作他 他会自动回到原阵地去 所以表示你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起降的 那个阵地的 那个GPS定位 全部在后台通通都有 所以乌克兰军队 有一阵时间 他不喜欢用这个 所谓的大疆无人机 可是你知道吗 在最近大家发现到说 乌克兰他又开始 在使用这种无人机 而且已经到了 出神入化的地步 出神入化 比如说我们就讲说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你要在战场上面 隐蔽也隐蔽 躲在这个所谓的草树林里面 是很难发现 但你竟然看得到的是 这个无人机 在空中飞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这是无人机的第一视角 你刚刚有看到他打什么吗 你没看到 我跟你讲 他一个机箱陣地躲在里面 所以他其实是 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你知道吗 他是哪一只眼睛看到里面 你现在再仔细看一下 他里面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这个 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就是说我今天有一个 猎杀的这个无人机 可是我在高空 还有一个监视用的无人机 所以你为什么在这边 会看到两个不同的视角 这个是攻击用的 可是另外 这个高空用的偵察者 他的眼睛在更高的地方 我先锁定你的机箱 那个位置 提供他坐标 所以你看看 你躲在树林里面的 那个机箱阵地又怎么样 我一样能够举杀你 我什么都没看到 怎么被他给端走了 而且不只是这样 大家就认为说 以前这个无人机 你今天就是带着一个炸药 了不起叫做游荡炸药 剑一个杀一个 没错 那你有办法剑一个杀一个 剑两个杀两个 剑五个杀五个 哪有可能根本来不及攻击 这就是乌克兰最厉害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不只是把美制的武器系统 放到二制的飞机上面去 他甚至说 无人机为什么只能装榴弹 没有没有 我们把那个AK-74 凸击步枪装在上面 这么做的一把 你在画面看到有没有 他真的把它扛上去了 那就代表是 我只要锁定这个目标物的时候 我就可以对着你 我举杀你而已 不是举杀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 你知道 你敢跑我机枪就跟着动 而且你想想看 我机枪上面带的这个子弹术 只要够的时候 我是可以成为移动的杀器 所以我在空中 你任何这个所谓的人员 只要被我锁定完了之后 我是可以追着你跑 那你想躲到哪里去呢 说到底这一场俄乌战争 我们以为牢牢的黏着在欧洲的战场 没有想到他那个震动的效益 已经全球蔓延 来我们看到远在千里之外 远东地区的北方四岛 现在日本要趁你病要你命 让普丁难以好吃好穿好睡吗 你刚提到北方四岛 事实上这个长期以来 日本跟俄罗斯方面 就为了这四岛的这个主权的问题 大家一直争吵不休 因为俄罗斯说这四岛是我的 但日本说这是我的 所以大家为了叫做实质的控制权 跟领土的部分 本来就吵得不可开交 就在最近居然白俄的这个电视台报导说 我告诉你我们白俄罗斯不是跟俄罗斯交好吗 其实我们也想到他们居然说 有抓到日本的间谍你知道 他说有一个日本人在边境附近收集情报 还拍摄军事设施 他已经违法你这个 我的这个国内的法令遭到拘捕 可是我就讲 你为什么白俄罗斯这时候 会特别去强调日本呢 而且日本为什么千里而来在这地方 你是要勤收什么呢 好 其实你知道吗 大家就在讲说 日本是不是透过这个在白俄罗斯 去收集俄罗斯现在 他的一些的军事动态 打到哪里了 你知道吗 像过去我们刚提到北方四岛 其实日本一直在希望跟俄罗斯 透过谈判的方式 就把这个北方四岛拿回来 所以呢在国际上 一直有流传一个说法 他说什么你知道 日本现在在等 等俄乌战争 如果俄罗斯这个被打败之后 日本很有可能 就要参与 瓜分俄国领土的行动 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 俄罗斯不好意思 北方四岛还给我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四月六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九点到十一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挖真相 CA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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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